大家好,我是大雷 前两天上县城去买了四个骨肉和一根方管 然后准备回来让我爸给做一个小拉车 那种平的 这个材料有三根两米的钢管 然后还有这个之前我家剩的 这骨肉能有两米多点 然后还有支喷漆车骨肉 这骨肉多大的 这骨肉大吧 这什么事儿呢 颜色的 这个是两个后骨肉 这里是两个前骨肉 这骨肉是可以转动的 还买了一个这个杆 那杆是干啥的 活动吗 中间你不得打个眼 然后它穿了以后来回活动吗 你看这多长了 这个车身长是120厘米 乘以个65厘米 120乘以70 来 进来这么稠 我看它的构造是 两根一面当边 然后两头堵的那个是比较你60至70 整上 然后在中间的一座加中间那些 那那个骨肉那碗也太大了 焊 它往上焊上 焊上就行 要不我来试试吧 画帽就打眼睛 你别试了 打上眼睛当你干活 那总电脑又装手机的当事 嗯 哎呀这纸 这纸是打电电 四块 还重藏了 车把 这会用一刀 知道出哪拉就是 再截第二钩 这给它划个鞋 做框架用 现在焊一下吗 先把这个外边先焊一下 人家那天给他转火的 人家焊得很快的 那肯定人家来钻液的 对啊 这个带着 是那天买材料给的 现在大框都已经出来了 看好了 接下来可是焊横秤 这玩意儿 我感觉是不是在整个啥给他焊上 这样子呗 稍微带那么一点就行了 这事人都掉不去 你看他转圈能焊 接下来开始焊竖着的 三根 这个焊完了 这是车板 这个边是不是要夹上点 嗯 那先给你加三道 从这边到香菇的这边一个 从中间一个 比如现在你搭这 嗯 这个还不有一条吗 这个还有一条 它中间就差一个这个管的位置 行 挺好放 接下来开始焊鼓入了 比零比零鼓入 给它焊上 这咕噜都已经焊好了 看看吧 顶上是这样的 我老爹的手艺非常好啊 现在准备再做个立起来这个 拔手 完了给它可以折过去那种 这就是关节的地方 怎么研究 就是要按 打肺硬的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啊 嗯 那顶上还点横秤哈 我这个小管呗 对 整个横秤 整个桌子 引完螺丝就 白事 好了 猛兽出笼了 一上午的节奏 看看吧 还可以变形呢 这像烙子呢 对 对 还在折叠功能呢 刷上油 好 新鲜 你把上脸 来吧 不行 不行 还行 都拔了 哈哈哈哈 不是那种滑板 谁要是那滑板吃这个还行 待会 待会 等会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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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下来吧 下来吧 买个 我说买的 自己做的 我爸做的 你爸挺能力的 这个主要是放咱的木耳 用开两箱 摸起来可以摸这么高 4箱大概 在哪用啊 咱网上买一个在多少钱 360磅 少了一半去堵 那还是自己做合适 这个小车最贵的部分就是 骨肉了 一个骨肉当时是27还是28块钱 一个 4个的话大概能喝到100多 再加上我买的钢管 能用了 将近 8米到9米吧 能喝到50块钱 一共总花费大概 也就是150到160之间 对还加一罐那个 自喷漆 只是成本 然后不送老爹的手工费 挺漂亮挺好吧 好我是大雷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 记得点赞关注 谢谢